出道超过12年的洪百慧,她的嗓音嘹亮而后时 她所演唱的《多桑》、《阿母的话》等区区扣人心弦 是台湾及抚慰人心的歌手之一 洪百慧向来开朗活泼 却在2016年罹患肝癌离世 留下新婚一年多的丈夫及四个多月幼子 享年39岁,令人不胜唏嘘 洪百慧当初以一首快智人口的《多桑》、《红遍大街小巷》 陆续又推出多张专辑,包括《伤心啥滋味》、《忘情茶》、《姜软爱一半》等 她拥有一把非常独特 能抚慰人心的唱腔,每一首歌在她的诠释下似乎有了新生命 叫人听了难以忘怀 洪百慧个性闯朗大方,知足常乐 让她深受粉丝的爱戴,也结交了不少圈内好友 洪百慧在2014年迈向人生新阶段,与老公陈洪豪结婚 2015年10月产下一子 原以为孩子的降临会让小两口的生活更圆满 谁知她身体不适,11月前往医院检查之下 竟然发现罹患肝癌末期 医生坦言抗癌几率渺茫 她的生命随时会消逝 向来个性活泼 乐观的洪百慧在丈夫的陪伴下默默抗癌 为了不让亲友担心,加上怕打乱发骗计划 洪百慧一直隐瞒病情 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亲友都不知情 其实,在离世之前 她已经准备换肝 没想到病情恶化 不幸在2016年2月20日不敌病魔逝世 享年39岁 从发现肿瘤到癌室,仅短短三个月 虽然有病在身 不过她每每出现在荧光幕前气色都非常好 周氏消息传出 不少粉丝与圈内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她最后一次出现在荧幕前 是以嘉宾身份出演孙淑妹主持的节目 《台湾好歌声》 让孙淑妹感觉非常不舍 大家都在祝贺她新婚 而且她个性乐观又活泼 也完全没有讲到生病的事情 洪百慧与林俊吉 苏璐于《台湾好歌声》后台社 世上最孝顺的鱼群舌头鱼集体拯救被捕获的妈妈 感动钓鱼者当场放声 看着洪百慧出道的贺一航表示 她第一个通告就是给我 很乖 不争名利默默唱歌的好歌手 许多歌迷得知洪百慧肝癌此事的消息后 纷纷到网上难过悼念 独特的嗓音就这么没了 百慧姐一路好走 丈夫陈洪豪是综艺节目乐手 与洪百慧从交往到婚后有十多年 出相试时 双方收入不固定 终于盼到经济稳定后结婚生子 没想到美满生活却如此短暂 她难过地表示 这一天来得太快 好好养大儿子 是我对百慧领走前的承诺 她遗憾不能照顾老婆到老 盼下辈子再结夫妻缘 陈洪豪对洪百慧疼爱有加 无论刮风下雨 只要她工作结束 她一定准时来接 两夫妻感情非常好 陈洪豪表示 妻子对抗病魔期间 一直不对外公布病情 那是因为她希望大家最后看到的自己 是最美、最开朗的 希望这样的自己能够永存在大家心中 一起来缅怀洪百慧的歌声